有娃了按头学还是敞开学 我在这儿过完了我的一生 我26岁 我今天要在这儿 有没有那个就是那个 死了之后是选墓地还是扬海里这个问题 我今天在这儿把我这辈子都过完 我现在有娃了 朋友们 我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这个问题我在直播上看了好多次 鸡娃的 敞开养的都有 理论上来说 不停上培训班的孩子 可以获得一个好成绩 但是放养的孩子 可以获得一个快乐的童年 这是理论上的 但事实上的大环境是这样的 就是别人都在上培训班 而你在放养 你家的养成绩下滑了 老师批评你 家长也着急 完了你就跟孩子闹心 这个童年未必快乐到哪里去 所以实际情况中 这个答案最终变成了 不停上培训班 你会收获一个成绩比较好 但是不快乐的孩子 你一直在玩 你会收获一个成绩不打地 但是不快乐的孩子 你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 我就怎么整都不快乐 而且就是水涨船高 别人都往死里学 你学不学吧 本来大家一天都学八小时 现在基本上一天学十二个小时 排名还是没有变化 但是坚持学八小时的孩子 叫对了 这个事我是觉得你要量力而行 经济学里面还有一个词 我又开始成经济学的词了 编辑收益 大家都知道吧 这个应该知道了 你看我这个知乎都没白说 这都是个上学的 什么叫编辑收益呢 就是说你投入越多 每投入一份精力的产出就越少 比如说你一开始偷懒 只学三小时每天 那你最后考试考25分 然后你正经了 你就开始学六小时每天 你进步了 考50分 你看这不错呀 那我要再翻倍 我学12个小时 是不是就能考100分了呢 肯定不是吧 你就会发现 你分数越提高 你到后面越难提 你付出同样的时间 你收获的那个分数的提升会越小 你可能就卡在80多分 90多分 你以后再付出几个小时的努力 你提不上去10分20分 你就提11分2分 这就说明 你补习的这个编辑收益 已经到达极限了 可以收手了 虽然说你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 但你可以在这个大环境下 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策略 你不能脑子一热啊 说我们必须学12个小时 那个说你学12 我必须学14个小时 提一分也是提 那不就完了吗 你不能看 别人学我也得跟进 最近我们天天在看那个著名的电视剧 每天在寄娃 那孩子最后不就抑郁了吗 你这不得考虑一下 你孩子健康成长的问题吗 这个一分两分的编辑收益 和你孩子身心健康 你还是要做一个选择的 下一个问题 爸妈老了 多挣钱还是多陪伴 这挺好 还没得到我老了的问题 我的养的娃已经长大了 现在 爸妈老了 多挣钱还是多陪伴 我觉得这个 取决于你的家庭情况 和你父母的身体情况 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的父母 虽然可能年纪也不小了 但是身体特别好 每天喝酒 唱歌 跳广场舞 大牌 业余生活比你疯不多了 你这个陪伴有可能是个负面作用 你以为你在这儿尽孝呢 你妈表面笑嘻嘻 内心觉得你耽误自己蹦迪 在这种情况下 不干涉父母的生活 也不耽误自己的事业 适度陪伴即可 陪伴多了 他可能烦你 钱还是要挣的 你把经济技术打好 到时候身体真的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能给他们提供 足够好的医疗条件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父母 非常负责任的一种爱 你也别天天地吃住在家里 你也不出去找工作 你说你给这儿陪伴父母 你实际上那就叫啃老 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前提下 你又发现 父母真的需要陪伴的时候 那你可以 在能做到的范围内 你少加点班 多陪陪父母 这叫孝顺 毕竟你挣钱的机会 往往随着时间的发展 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陪伴父母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少 这方面呢 我在知乎上 看过很多的这种故事 很多打主 在失去了陪伴父母的机会之后 才开始追悔莫及 没有做到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所以多听听过代人的经验 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将来你可能才不会后悔 哎呀 我现在唠了这个整个人生 第十个问题 我们应该要做一下升华了 提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明天中午吃点啥 没有想到吧 这个生活就是处处充满了惊喜 我们刚才隶属了高考 结婚 生娃 养老 这些构成了大部分人的成人世界 也都是大家这一生 无法回避的重大选择 然而我们有的是时间去思考 也总会有像我这样的 他爱管闲事的人 过来给你分享经验 那你呢也可以随时去知乎 看到这些过来人的答案 我知道最近你们这些新的年轻人 要开始面对高考志愿填报了 这可能是人生第一次 有自主选择权的大事 相信很多人都会犹豫呀 纠结呀 你们就不用问我该怎么办了 我在上面强调很多次了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内心想到的是什么 第二去知乎看一看 别人是怎么做的 别人有什么样的经验 你有一个参考 这样你心里就有底了 对不对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 就很难回答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生每天 都要面临的问题 那也是我们其实此刻 当下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你打算立即付诸实践的 每一件小事 你感觉提到人生理想 都感觉很遥远 很宏大 但是你将它拆解开来 无非就是一个下一顿吃点啥 在哪吃 和谁吃 怎么才能吃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如先把明天中午吃点啥 这个问题想好 然后你踏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相信大家都能够平稳度过 每一个人生中的艰难选择 谢谢大家 我是明天中午准备吃锅包肉的 答辩人李雪芹 我的答辩到此结束 以上 谢谢 下课了 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 黑话我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吧 耳熟能详 黑话吗 黑话会发黑 我思考了一下啊 这啥叫职场黑话呢 就是委婉地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比如说领导说 你这个人呢 特别等职 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 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 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 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 你的情商是真的低 最近呢 有很多假方人来找我写出口秀 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 就说你随便写 你先写出来我们看 朋友们 这在职场 就是一种黑话 随便写的意思 不是你写什么都行 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 他就知道什么不写 每次我写完稿子 我就特别怕 几个小时之后 假方问我 在吗 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 因为在吗 这代表没有好事 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假方说 在吗 我说 在呀 他说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写完了之后呢 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 他一般都咋说呢 他说 你这个稿子呀 整体挺好的 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 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 我说 中间结尾都不行 那你这个整体 它好在哪呢 他说 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 我说 哪句 他说 就是那句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我说 这样吧 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 我好知道怎么改 客户说 行 说 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 最好是五秒钟就有一个笑点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群人坐在这 以五秒一次的频率 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 那个不叫笑点 叫哮喘 我还问贾发 我说 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 贾发说 我们要求也不高 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 能上热搜就行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 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 李雪芹 殴答甲方 其实我就不太明白 我们在职场 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 你说鲁迅先生 一百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了吗 推广一百多年 你们这话越讲越黑 哎呀 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 因为我特别懒嘛 在家说话 基本上不超过三个字 比如我说 做烤鸭 我家这个智能家电 一听 马上就明白 要是你说 烦请各厨店之间 相互配合 处理一下李雪芹女士 想吃烤鸭的需求 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 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 从而进一步提升 李雪芹女士的用户体验 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 听到这儿 大家可能很疑惑啊 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 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 海尔三一鸟 懒人的智慧选择 让我懒得理直气壮 海尔三一鸟 记得给我打钱啊 刚才鼓掌这些徒也都打脸 有人说啊 说黑话呀 是高情商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 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 会更难受 我就经常被这种 高情商的黑话伤害 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 你说好歹 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 最近呢 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两句好话中间 夹一句不好的话 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 就比如说 哎 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 就是有点爱迟到 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 是不是又很违反 是吧 好死不死 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 三明治谈话法了 但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他跟我说 运行你今天挺好看的 你看那稿子写什么破碗 你一天洗的啥 那时候不想干的 带没带脑子来 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 走吧 我也具体说不出来 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 但你就感觉啊 薄皮大馅的呢 而且啊 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 哎呀 那里面的员工可腻味了 亲爱的 你看一下这个 宝贝 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 我就感觉你看 这个公司挺刺激啊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咋个事啊 他说你看你还是 些来的不懂 现在都这样 职场上你教的越亲密越好 能够改善工作氛围 不会惹人误会的 我一听 我就 我说那我明白了 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 发到群里 爱的了一下他们的老板 宝贝 稿子看一下 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 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 直到有一次 他们老板发红包了 大家哗哗抢 抢完之后发一排 谢谢爸爸 我说啊 我知道我错在哪了 就是这个世界上啊 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 但是慢慢的就是 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 也确实挺好用的 我并且把它灵活 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 比如说我妈 假女士 老推我结婚 我又跟她说 亲爱的 别着急 这个事我正在走流程 你作为北大的一个毕业商 去跑去拍短视频 做综艺节目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 会浪费了一些 社会高等教育的资源 我跟你说一下 我的同学们在干啥 我的同学们 在西瓜视频 加班 北大是国之重器 从北大毕业的学生 他不太应该去追求工资目 我女友他的学历比我高 我是否应该去再读个研 然后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真的 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先生贼上场 还叫开 他已经在小海 不太境ע业 解讯 他能够有 PBBB no 我是否议 8载 我来了 我这儿有一张证捧卡 李雪芹你好 欢迎来到西瓜视频2021有艺术仪第二季 请到你认为合适的地点 将邀请卡发送给你认为合适的听众 并邀请听众准时到达指定活动现场 实话实话我压力真的很大 我特别怕在大街上跟陌生人说话 待会儿又是有人拒绝你 拒绝不可怕 可怕的是张嘴那一刻 那是最可怕的 那你给咱们选的第二季去哪合适 咱们今天主题主要就是讲一讲 考试 升学 找工作 人生下一步规划提升自己啥的 我觉得中安村有大学生非常的聚集 然后有很多出入职场的朋友们 跟我年龄都差不多了 到了 妈妈呀 干嘛 露了 着 咱们两个 别急 别急 我过去 哎呀 来吧 考研出国了解一下啊 别光拍啊 对不对 今天下午 会想考研出国拿到出传单吗 你要考研还是要出国呢 要考研出国 又考研又出国 那你挺迷茫啊现在 我要出国 你要出国啊 我想考会计啊 会计专业 这行业内卷太严重了 天呐 我们行业内卷也很严重好吗 干啥 嗨 我还是去哪啊 不是 这是一个小沙龙 我就大家聊聊天 下午两点 我最近准备到北大光华的NBA 北大光华的NBA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活动吧 哥 你都北大光华NBA了 你唱我这听着啥不会插龙的 来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好 那我正式代表西瓜视频 2021有意书 要求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好的 很荣幸 谢谢 那什么 没有了 下午两点 这个四月空间自己试啊 我感觉那些拿了卡的人都不能来 希望他们能来吧 别到时候发贼热 我能到时候讲的时候 就两三个人 这么卡 哎 这里有一张我的照片 你看我的照片 哇哇 是不是跟我长得一梦一样 我可太好看了 我找出来 这位小姐姐叫张萌萌姐 姐的经历也挺长期的 她从小是想当火炬手 然后从小 从小想当火炬手 她从正江大学 大学退了 为了当火炬手 从正江大学退了 读长跑专业吗 我可太好奇了 为什么有人会以当火炬手为自己的梦想 好 到了 许晴来了 这也太安静了吧 不合适吧 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公共区域 就是可以说话 然后可以交流的地方 自习的区域实际上在里面 你看看就是我们自习的区域是在里面的 对 然后一般这个地方的话是 不能说话的 对 是不能说话的 这边是建设区 然后这边是阅读区 是大家自发写的 大考的 考北大的 这个是她已经拿到的爱丁堡的offer 你把这天啊 经历了职场残酷后 重新拿起书本 想要通过学习来改变现状的一群人 让付费自习室如雨后春笋般 在全国各大城市快速火爆起来 究竟是形成自我定力的开始 还是在为焦虑买单 今天李雪芹将与大家一起分享和探头 改变人生命运的各种可能 我们这个自习室就是没有比我小的朋友啊 你比我小啊 那肯定的呀 你多大呀 他98 你98的 你们真的都要考研吗 不是吧 这天方式的吧 你们可以轻松一点 不要太严肃的看着我 对对对对 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略琴 我这个人呢 可能你们也都知道 我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标签 从一开始呢 大家管我叫追星锦铃 后来我去说偷偷秀了 然后大家管我叫铁领风垫小公主 后来呢 又说我因为老主这个脉 我是腐脉狂魔 但是我身上有一个 永远都磨灭不掉的标签 所有人都会为之停顿一下的标签 叫北大学霸 但是其实 我要说北大也有学渣 他就说我凡尔赛 就是我在入学北大的时候啊 就是也听过一些不切实际的鼓励 这句话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以北大为主 明天北大以我们为骄傲 这句话呢很奇妙啊 就我所有的同学中 有99%的人 一生都会践行前半句话 就我以北大为主 但是就只有那1%的人 可以做到让北大以他为骄傲 由我个人来说 让北大以我为骄傲 是件特别难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北大对我的心态 特别像 就是菩提老祖 当时送空走的时候 说的那句话 你以后惹出什么后来 你就不要把我说出来就可以了 趁着2021西瓜视频 友谊说一这个活动 我把这个我这么多年的经历 简简单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就是改变命运的东西 到底是啥吧 就从考北大说起吧 就是这个这个歌 我刚才也见到了 其实我今天特别感慨 就我以为 我遇到一些准备考研的人 咋的也比我年纪小吧 然后遇到这位歌 这歌今天40了是吧 40小 然后跟我说考研 考北大 我就觉得歌 其实你又没有想过 咱们可以跳过中间步骤 你直接学习一下 脱口秀这项业务 最笨最笨 但是其实你这个歌 他考北大的项目 我今天听完 我也觉得我 没有什么插画的权利 这个歌想考光华代MBA 就不在一般意义的 考研范畴里了 是吧 跟一般考研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都是要努力学习 都是要考试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考这个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年纪的 到40年纪以后 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 不上不下的状态 公司领导 领导是年富力强 比我大不了两岁 年轻人95969798 都上来了 然后也都是带着海归的背景 这样让我觉得非常有压力 然后自己感觉在公司里边 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 就没有什么突破的余地了 那怎么办 我想只有 读个MBA 读个MBA 难以想象到40岁还是要读书 但我其实很羡慕你 就是你还有这个魄力 还愿意去考这个试 去读这个书 我感觉我高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这个魄力了 然后我小时候 你看我长得也不好看 从小就胖了 然后别人就老笑话我 然后我妈就说 姑娘咱不怕 咱好好学习 有一天咱考上七华北大了 就没有人笑话你了 朋友们一语成衬了 我确实考上北大了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 让别人笑话我 我换取一些金钱 对吧 就感觉我的病运 并没有什么转折 我也让别人笑话我为生了 现在 那学历重要吗 我觉得它或多或少是重要的 因为它是我们人生中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标签 但我觉得它也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标签 你看我身上有这么多标签 光有一个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我光有一个北大的标签 就会有无数的人 站出来说我掐烂钱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一般都认为 北大毕业的学生出来以后 肯定是成为企业家 但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去拍短视频 然后包括上一些综艺节目 似乎已经偏离了这个轨道 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 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浪费了 这个社会的高等教育资源 我不成为企业家 我就浪费资源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同学们在干啥 我同学们在今日脱脚加班 在西瓜视频加班 我的同学们在西瓜视频加班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企业家 对我觉得大家是 这是一个大家最怼大的普遍误解 就是可能 从这个学道里出来的 就要么怎有钱 要么怎有学问 是吧 要么就是能为人类社会做大贡献 那些我觉得都是千万里挑一的人 也是要靠运气的 大家能考进北大 有的人已经把运气用完了 我们得允许北大毕业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但是他们也兢兢业业在自己岗位上 认真地付出自己的劳动 也没有辜负北大对他们的教育 嗯 好的 谢谢 我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在考研 特别努力 我又就看到那个 大家那个西院墙 我想我是一个多么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 我就上了 纽约大学去读研究生 我读了一半我就回来了 我为啥回来呢 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我在国内类子类活学了托福加益 然后呢到了纽约大学读教育学 那我的同学们毕业了之后干啥呢 回国教托福和加益 这是一个死循环 我费了很大的劲我去国外读书了 读教育学回来 然后我回来的工作的意义是把我的弟弟妹妹们送去读 那我永远都没有尽头我觉得我这个工作 而且纽约特别压抑 你知道就纽约那个破地方 那楼特别的窄楼巨高 然后你每天就看到这么一条蓝天 因为两头都是特别高的楼 然后路上没有人等红绿灯 大家都跑着走 上班赚钱 两级分化贼严重 你就发现大家每个人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 不停地往上爬 往上爬 站到最高层 然后竞争 但是每个人都很累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卷 就卷 来来回回的卷 我太累了 我这个人卷不动 我养过几座 我现在一个都做不行 我卷不动了 我就喜欢躺着 我躺平 睡觉是我最喜欢的人生 人生大多数困难的时候 其实就差一句 算了吧 我就跟自己说算了吧 该放手就要放手 然后我就收拾东西 我就回国了 最近你好 我叫张萌 是西瓜视频的工作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萌萌姐 我看今天来的有点 就今天他们给我介绍 说萌萌姐 从小都没想是当一个活剧手 然后为了当活剧手 从西洋大学退学了 重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冒昧的问一下 就是 就是活剧手是把西洋大学封杀了 是 咱们的 为啥在西洋大学不能当活剧手啊 那报志愿者得三年之前报名 而且经过选拔 它是有一个有组织的流程 不是说你直接志愿了 就能去做这个志愿者 我在浙江 浙江那是不能 不能 只能是本地去报 所以我当时就学了文 然后就考到了北京师范大 成为第一批的奥运会的志愿者 为你服务长吗 你太优秀了 刚才听完你讲完之后 我其实内心当中挺难受的 为啥呀 就是 哎呦我不知道 我听完之后 我就内心当中感觉就被卷了一下 然后 对这种柔搓感 我特别想问一问 就是你觉得躺平这个姿势 是年轻人的正确选择吗 我觉得选择没有正确不正确 就是你愿不愿意 只要我愿意 你就管不着我 大家都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平凡人 我们有什么资格 去评判人家的选择正确不正确 比如说你现在决定你躺平了 OK你能承担十年后 你过得没有别人好 你挣的钱没有别人多 你老婆找不着 你也没娃 你愿意 并且你能承担后果 你也到时候后悔了 你也别找别人哭鸡 让别人去给你收拾烂塌 我觉得就可以了呀 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躺平的人 我不是 我现在当然不 我都说了我因为躺平不挣钱 我现在需要挣钱 所以我现在没有躺平 然后我就选择了做喜剧 因为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二个大爱好 就是说闲话 我是那种 就是比如老师提一个问题 全场没有人举手发言 不行这个场子太冷了 我一定要把它救下来 我哪怕不会 我也得举手说两句的 我就是这么个人 我有时候觉得脱口秀就是 当众说别人坏话 我就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听 我为啥不把它当做一个事业 我还能赚钱 万一有更多的人喜欢听呢 所以就走到今天 很多人就问我 说你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 我特别怕这个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历 就我们东北的家庭 有一种习惯 就攒塑料袋 就今天不管是什么外卖袋 买菜袋 什么买衣服袋 我就攒起来 放在一个柜子里 都琢磨到一起 啥袋也不舍得扔 但是你就会发现 当有一天 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去装一个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把那棍打开 总有一个袋适合你 所以我对我的人认 没有什么规划 我的人就是走在 撿塑料袋的路上 撿到啥就是啥 你说我们夜以继日的刷题 每天就奋斗 我就一定能爬到那个金塔尖吗 也不一定 但是我可能会得到一个塑料袋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学历也好 机会也好 运气也好 就都是我们人生路上的 能捡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们都是平等的 都是我们要攒在柜子里的 等我们真的需要装啥的时候 可以拿出来看看 它能不能装下的 那么一个塑料袋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现在认识的每一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 留下的每一滴汗 厚的每一个毁 说不定哪天 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谢谢 来吧 让我们聊一聊吧 谢谢您好 您好 然后我有一个甜蜜的烦恼 想向您请教 我听听多甜蜜 我想像我女友求婚 然后她的学历比我高 她是觉得无所谓 然后还觉得还挺好 但是我心里边实际上是有压力的 然后就想问一下 我是否应该去再读个言 然后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 你觉得就是 我真的 我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 因为我学历高 她觉得有距离 但她并不想跟我求婚 但是觉得有距离 我还是想的 然后她就拒绝我 这只是一个借口 那你女朋友不在意这件事情吗 她并不在意 那其他有人在意吗 我感觉除了我以外都不在意 那你要是特别在意 你就去考呗 而且你考个研又 把你的心里的疙瘩给消除了 而且对你的事业还有帮助 所以不错吗 也是 对 还有问题吗 我是一个小孩的妈妈 就因为我算是一个挺平庸的人 所以我希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去多学习 然后多考证 然后多去争取 看能不能跳出我的这个阶层的这个机会 就像我现在其实 我收入其实是一般的 但是我还努力的想去给小孩去西城 换一个学区房 都是在 都是在说 你收入 你也挺一般的吗 好 我怎么感觉你 怎么坐在这个位置的女生都比较发在吗 我就是想 我就是够那种 老婆小的特别小的那种 但是我希望能够 给她一个稍微更好的一个未来 我特别怕我亏欠她 我怕她长大了跟我说 妈妈你看就是因为 你不如那个谁是谁的妈妈 然后所以我现在是就有这个状态 她是那个状态 我特别怕她怪我 我觉得其实你需要做的是 让你的孩子放下这种负担 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 成为一个有朝一日会说 妈妈我觉得你不如别人的妈妈 所以我不如她优秀的人 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 而且我相信你的孩子 不会成为那样的 因为你 我觉得一个小孩 在很被爱的环境里长大的话 不会成为这样的 对 所以我是相信你是 可以让你的孩子 健康快乐 同时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让她好好成长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 《2.21有一说一》第二季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我们行业也很内卷的 我也是很焦虑 我不知道怎么能帮助到他们 就是我唯一的最近学会的 缓解焦虑的方法 就是把眼前的事儿